發力本港 大年出一輛新春花車巡遊 晚上在尖沙咀舉行 一共有13輛花車 和23支表演隊員參加 呂法局說 晚上有12萬人 在尖沙咀一帶觀賞活動 當中一本是遊行 色彩繽紛的花車 充滿節日氣氛 有全球熱爆的騎馬舞 靠通人物也來和大家拜年 新年又如何少得財神呢 今年也是第一次出現 以電力推動的花車 最好看就是扮有螳螂那個 很特別,真的很像 今年很好看 其實我去年也有看的 今年是第二次來看 很精彩,很好看 大家看得很開心 除了花車之外 今晚還有23隊表演隊伍 其中12隊是第一次參加 包括玻璃維亞民族舞蹈團 表演有500多年歷史的傳統舞蹈 來自愛爾蘭的唐皇劇社 就帶大家探索愛爾蘭古時的航海傳說 這個一看就知道是來自日本 本江的隊伍以花式跳繩展現活力的一面 花車在尖沙咀文化中心出發 途徑的廣東道、海防道和彌敦道都逼滿市民和遊客 我剛才看一個澳門的挺好的 它很亮麗 給我們一個很陽光的感覺 那天有沒有這樣的 那天沒有這種活動 因為我們特地來 今天是看那個花車去遊 明天可能還會看 要外輝影 感覺香港很繁華 有市民亦都表示氣氛好熱鬧 夏年會再來過 無線電視記者 吳玉幸報道 食環署初步估計 年初一在全港14個連銷市場 收集388公噸垃圾 比去年增加106公噸 其中在最大個維園連銷市場 大約收集到148公噸垃圾 比去年多大約38公噸 食環署動用240個員工 40架垃圾車和水車清理 其他13個連銷市場 就由外判商去處理 當我說 除了去回收 一般可循環再續的廢物 今年都進行回收廢木材的試驗 將大約4公噸氣質的桃花 和竹枝等等 運到屯門環保園的回收商處理